天都颱風宣稱 各國給出的官方路徑 都有往臺灣接近的機會 那麼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臺灣呢 持想時間交給宣童 好 謝謝佳琪 今年呢 真的什麼都被我們遇到了 十一月呢 出現四臺鼎立的狀況 我們看到最左邊的這迎進颱風呢 跟臺灣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在未來六個小時 他的強度將進一步的減弱 變成一個熱帶低壓 再來要看到的是捷梗颱風 雖然他持續的往西的方向來移動 也沒有靠近臺灣 但是呢 他跟東北季風所帶來的一些效應 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尤其在宜蘭呢 今天累積雨量 已經來到了兩百五十毫米 而再來要看到的是 這天吐颱風 今天生成了 未來他的預測路徑 也有往臺灣靠近的趨勢 甚至不排除會發布警報 而在最東邊 關島東方的這個萬一颱風呢 目前距離臺灣還很遙遠 預計要看到他的時候呢 可能是下週之後的事 我們再來觀察 我們先來看 這天吐颱風 到底會怎麼來影響臺灣 以目前來說 他是有可能會發布警報的 而時間點呢 就是在禮拜五的早上五點 他的暴風圈 就會觸碰到我們的海警線 所以往前推二十四小時 在禮拜四的一早 就有可能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有沒有可能會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呢 透過這一張圖 你同樣可以看到 他的暴風圈呢 在當天的晚上 是有機會觸碰到我們的陸地的 所以一樣往前推十八個小時 則是有可能會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的時間點 但是現在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就是當他在過了菲律賓 來到巴士海峽的時候 強度會減弱 他的暴風圈會縮 所以有沒有可能會往臺灣的 另外一個方向 再更偏移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影響到 他到底要不要發陸警的 最關鍵的原因 我們會持續關注 但你也看到了 在這之前呢 他再來到菲律賓的東側 這裡強度是會持續增強 甚至不排除 是來到中度颱風的等級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降雨 今天的雨呢 最主要就是東北季風 以及接近颱風的外圍雲氣 所以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下雨機率都非常的高 尤其在宜蘭呢 已經來到了豪雨等級的降雨 而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在北部的山區 也是發布了大雨特報 而到了今天晚上 這樣子的雨都還會持續 整個東半部地區 都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但是中南部地區 天氣大致上 還算是比較穩定的 而到了明天的一早呢 還是要注意 在東北部地區 依舊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個 一週的降雨趨勢圖 在禮拜二到禮拜三的清晨 東北風 再加上颱風的外圍水氣 東北部地區要注意 有比較大的雨勢 東南部地區也會有降雨 中南部地區天氣還算好 但是到了禮拜三到禮拜四呢 因為颱風遠離了 東北季風也減弱了 但是東北季風雖然減弱 盛行風吹的還是一個東風 偏東北風 所以在迎風面地區宜蘭 這裡還是要注意 有比較大的雨勢 中南部地區天氣依舊是比較穩定 降雨都比較偏重在山區 而到了禮拜五到禮拜日的時候 受到了另外一個颱風的靠近 以及它的外圍環流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 要注意比較大的雨勢 尤其像是在台東 以及恆春半島一帶 而東半部地區降雨 也會比西半部地區 來得再更多一些 而一直到禮拜日禮拜一的時候 東北季風就會再度增強 因為風面地區又變成猶豫 所以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溫度 這一週溫度起伏 其實變化不是特別的大 甚至到明天開始 溫度要回升 高溫有機會回到三十度 在北部地區 下一步的降溫 預計是在下禮拜一 可能會是入秋以來 相對冷的一波冷空氣 是在北部地區 有時候同時 在北部地區降雨 是在北部地區降雨 總統一堆 就是一天